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随着第一轨道通讯卫星系统的蓬勃发展 全球每年发射的卫星是有将近2000颗 但是也延伸出很多太空污染问题 尤其重返地球的卫星 经过大气层燃烧会释放有害物质氧化率 这可能会导致臭氧层严重的耗损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最近日本科学家就计划要用这些可生物 降解成灰烬的木头来做成卫星的外壳材料使用 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时至今日 俄罗斯 美国 法国 日本等少数国家 都具备独立卫星发射能力 全球每年发射的卫星计算下来有将近2000颗 却也导致太空垃圾泛滥成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最近日本科学家计划要用木头来作为卫星的外壳材料 预计2024年夏天发射 木头制作的卫星当然好处就是说 前面讲的一些太空的残骸或垃圾的问题 当你进到大气层的时候就会比较完全的烧毁 然后另外用木头做的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它不会受到无线电波的一些影响 那这样的情况下对一些卫星系统的设计当然提供一些灵活度 人造卫星就像一个装着精密元件的金属盒 传统都是使用轻量化材料 像是铝或钛来作为卫星的基础外壳材料 但是原则上我们会选择送上太空的材料 一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刚刚提到热真空环境底下 要能够生存 也不能够有一些在真空状态会排气 会排出一些可能会凝结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光学元件 或者太阳能电池的一些材质 像比方说矽胶的话 我们在太空就不会使用 不过使用这些金属材料制作外壳 会导致这些退役报废的人造卫星 在坠回地球大气层燃烧时 容易产生释放氧化铝这种有害物质 导致臭氧层会严重受损 同时漂流在轨道上的碎片 甚至还会威胁太空人在舱外活动时的生命安全 所以科学家们一直想方设法 要解决太空垃圾的问题 日本京都大学团队就和伐木公司合作 先是委托国际太空站协助 在真空环境下 将木兰木、樱花、化木实验木材 直接外曝在太空中 进行长达10个月的测试 透过实验木材表面放大比较图 外曝前后 发现所有样本的质量与结构 都没有任何实质变化 有潜力成为人造卫星的外壳材料 就是评估木头在外太空的环境 是不是能够忍受它变得高温 它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离子 乃至于说太空的辐射等等的一些效应 这样的情况 然后日本人当然针对这部分 在国际太空站做了一些实验 初期显示它有它的耐用性 其中木兰木的坚韧度最高 科学家推估由于太空缺乏 氧气和水分的关系 并不会让木材燃烧腐坏 能够非常好的存活下来 所以妥善运用 当这些木制卫星进入大气层时 就只会产生可生物降解的灰烬 能减缓金属污染的问题发生 如果今天是改用一些 像可以完全烧掉 像木材的材质的话 那就是主要是希望说 可以避免有这种金属的 粒子的数量变多的这种状况 目前日本研究团队 正积极地要将木制卫星送上太空 不过学者也提醒 木材作为卫星外壳材料使用 仍有许多未知的问题 像是否会破坏卫星结构 影响内部金属元件等 必须确定实飞过一次之后 才会知道如何 进一步大规模改善使用